美国病了 病得不轻 美国自己生了病 还要装成医生 给别人把脉开药 汇集技艺的结局 往往是病入膏肓 最终无药可救 美方有关表态 是赤裸裸的讹诈和威胁 中方表示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 也绝不接受 疫情发生以来 中方始终本着开放透明的态度 毫无保留 与各国分享防控诊疗经验 中方两次接待世卫组织专家来华 同世卫组织发布联合专家组 溯源研究告告 为全球溯源工作 做出积极贡献 说中国对溯源调查说不 毫无根据 说中国面临国际社会孤立 更是威严耸听 溯源是科学问题 应由全球科学家合作开展 而不应被任意政治化 这是国际社会绝大多数国家的共识 美方一味推行政治操弄式的所谓国际调查 动用情报人员代替科学家来进行有关评估 在溯源问题上引入所谓实力逻辑 这才是占到国际社会绝大多数国家对里面 这才是国际社会中面临孤立 美方一而再 再而三地抹黑攻击中国 无非就是要遏制中国发展 无非就是要为自身抗疫不力 甩锅推则 如果美国真的在乎真相 那就赶紧回答三个问题 第一 抗疫不力 到底谁应负责 迄今 美国新冠病毒感染和死亡病例 分别超过3354万和60万例 作为全球医疗资源和技术最发达的国家 美国要考虑的是 如何告慰每一个死于新冠肺炎的美国人 如何追究抗疫失能的美国官员的责任 如何避免悲剧重演 第二 新冠病毒是否早就在美国本土传播 此前 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 对去年前三个月采集的 逾2.4万名美国民众学样 样本的分析显示 新冠病毒于2019年12月 既在美出现 比官方首次确认发现病例提前数周 2020年12月 美国疾控中心和传染病协会报告显示 在2019年12月13日至16日 加利福尼亚 俄勒冈和华盛顿三州 至少39人血液样本中 已检测出新冠病毒抗体 对于这些国内早期病例 美国政府理应认真 透明的开展调查 第三 德特里克堡生物实验基地的真实情况如何 德宝继承了新华日军731部队的魔鬼遗产 其实验室的研究范围 涉及某些已被认定对公众动植物健康构成严重威胁的细菌 2019年6月 德宝因被检查出 未遵循程序 存在机械故障 与泄漏问题 而勒令停止研究工作 而几乎与此同时 弗吉尼亚州北部 开始出现不明原因的呼吸系统疾病 威斯康星州爆发大规模电子烟疾病 迄今为止 美国政府始终对上述问题 语焉不详 三肩其口 讳莫如深 考虑到美政府惯用的守门人理论 在塔尔萨种族屠杀等事件中 销毁关键证据 控制操纵传播的实践 以及美国情报部门一贯的撒谎 欺骗偷窃行径 美方所作所为 如何让人信服 如何确保自身的透明度 为何不向国际专家提供了解相关信息的必要准入 很多人都在问 美国拥有世界上最先进的医疗技术 却沦为疫情感染和病亡人数最多的国家 为什么没有美国政客为此承担责任 2019年7月 弗吉尼亚州北部开始出现不明原因的呼吸系统疾病 威斯康辛州爆发大规模电子炎疾病 这同新冠病毒有什么关系 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称 新冠病毒2019年12月即在美国出现 美方对此如何解释 为什么美方对德特里克堡和全球200多个生物实验室 讳莫如深 从不回应 为什么美方要求情报部门 而不是科学家去搞溯源研究 为什么美方不像中国一样 秉持公开透明科学的态度 邀请世卫专家赴美国开展溯源研究 事实胜于雄变 疫情发生后 中国第一时间向世卫组织报告疫情 第一时间分享病毒基因序列 中方建立了最严格且专业高效的信息发布制度 及时发布权威信息 与180多个国家 10多个地区和国际组织 开展疫情相关技术交流 分享疫情信息 中国一贯本着开放透明的态度 同世卫组织开展新冠病毒溯源合作 已经两次邀请世卫专家来华 中方为联合溯源 做了大量行政 技术 后勤保障工作 为专家组工作提供了充分便利 安排了丰富的失地参访行程 向世卫专家 逐条展示了特别需要关注的原始数据 专家组 多名专家 对中方给予积极评价 表示想去的地方都去了 想见的人都见了 令人遗憾的是 美方一些人无视世卫组织主导的溯源研究前期成果 一再散布虚假信息 攻击抹黑中国 搞有罪推定 他们这样做 就是为本国抗议不利 转移注意力 寻找替罪羊 防止美国人民 追究他们草菅人命的责任 他们的政治操弄 蒙蔽不了世人的眼睛 也掩盖不了真相和事实 注定会失败 美方反复 拿中国原始数据 试验室泄漏说事 那么他们自己做的如何呢 病毒溯源是一个严肃的科学问题 美国却企图让所谓情报人员来主导结论 这只能说明美方根本不在乎事实真相 根本不想搞科学研究 只是一心玩弄政治 对他国甩锅推责 世人都清楚 美方近来再次恶意翻炒 试验室泄漏 声称要就这一问题进行调查 动机不纯 用心险恶 我想提醒他们两点 第一 中国试验室事件 引发病毒极不可能 这一结论 清清楚楚的 记录在中国 世卫组织联合考察组 研究报告中 第二 美国才是拥有世界上规模最大 数量最多的生物实验室的国家 德特里克堡生物基地发生泄漏事故的消息 早已被媒体曝光 公开资料显示 德特里克堡 居然与侵华日金 731部队 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罪恶滔天的 731部队负责人 石井四郎 还曾是德宝的生物武器顾问 我想问一问美方 美方何时 对2019年7月 弗吉尼亚州北部 不明原因呼吸系统疾病 和威斯康星州 大规模电子炎疾病的详细情况 做出说明呢 有没有意愿和勇气 让世卫组织专家 赴美国进行调查呢 如果说 因为首先发表 高质量病毒序列 就被扣上新冠源头的罪名 那么 最先发现 艾滋病毒的 蒙塔涅日教授 就应该是 全球艾滋病的罪魁 而不是 诺贝尔玉学奖获得者 发现细菌的 巴斯德先生 就应该是 全球致病细菌 的负责人了 相比之下 武汉团队 应该获得 新冠研究的 诺贝尔医学奖 而不是 被指责